其实这个台湾来讲是一件很可怕 而且让人想起来又毛骨悚然的事情 不要忘记台湾是经过多少人的努力 流血流泪流汗真的不为过 才争取到台湾的新闻自由 好不容易开放下来 而现在台湾所要面临的是一种真正的民主独裁 连媒体所谓的五脸王 现在都要随时被担心 被施压被打压 而且电台老板也不是说有的媒体就很大 还要被担心NCC要查 比方说副邦的蔡明中 还要以追查他海外资金为由 怕他踩到所谓三分之一资产的红线 成为媒体独大的一个大亨等等的 那么就要去查办他 所以呢他们也很多的政策不得不妥协 不得不让步 所以频道即将也要开放给52频道 让这个华视公网集团能够上架 所以他把所有的企业的这个媒体老板 都掐在手上跟脖子掐着火龙的时候 要配合他 否则电台就会没有频道 甚至被关台的命令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我们看到现在52台已经是做公网集团全面要上架 已经把系统台都给强力的要求给搞定 那么接下来是禁电室也要上架 那么接下来禁电室也要上架 这个主委陈耀翔公开的施压或私下要求他怎么审查 新闻能力学校教的全部摧毁 传播理论全部也都摧毁 只有一个理论 就是只要民进党说了算 只要谈一般喜欢没什么不可以 而频道的自由 新闻的自由跟自主跟尊严 在台湾也将被掐着脖子 成为他控制人民市场的一个工具而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